去都空了 都沒了 直擊大賣場下午時間 衛生紙貨架空空如煙 出動五六名員工趕緊來補貨 十幾箱衛生紙通通全拆了 補貨拆箱上架 員工好忙碌 買衛生紙的民眾依舊不少 但有的只拿一包 有的拿兩包 封場的現象似乎趨緩了 因為加勒福開了第一槍 寄出限購令 每人每車只能買兩串衛生紙 我覺得實際上大家沒有恐慌吧 我昨天不知道要搶什麼 不知道 今天都不會的 今天沒有什麼倫敦 我覺得回來因為沒有到 真的沒有 我覺得過度恐慌吧 大家都過度恐慌 就怕民眾恐慌性囤貨 除了加勒福愛買也宣布 即日起每人每車限購兩串 兵號超市同樣跟進 不過全聯沒有限制 努力滿足民眾需求 好市多則是憑會員卡 各單一品牌最多 買一串 可以泡水 我就是大概一兩包 一兩包 一兩串 有的是買兩串 就買一串 自從確診案例破百後 民眾燃起憂患意識 格達賣場湧入搶購潮 愛買量飯店 19號一天來客數 就比平常多了1.6倍 乾糧業績佔了7成5 線上購物更誇張 18 19號短短兩天 業績就比前一週暴增300% 讓員工忙到貨都補不完 賣場寄出衛生紙限購政策 就是希望能平息恐慌之亂 記者連元冰菜論營台中報導